感谢天然师的和讲师 还有线上的琴弦 大家早安 我们在上一堂课的尾声提到了 观音菩萨 透过观音古佛的引导 用耳根反文文字性 一路入流照性 最后正入到了真如自性 得佛之体 而后就要圆满因地所发的大愿 也就是下化众生 从体起用 于是观音菩萨就在始法界 显种种不同的身相 应以和声得度极限和声而为说法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 浦门评里面的一段经文 来回应众生不同的根器 以其所需投其所好 帮助他脱离苦难 那在今天的课程的内容 集中在三十二印 十四无为例 还有四不思义功德 两堂课的时间 约略只能解说这些 原本后学想要跳过这一段经文 因为觉得它非常的简单 而且古德在解说的时候 也往往在这一段经文上面 没有多加琢磨 可是后学在思维 我们一路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们都有一个远大的志向 可是常常我们在学习的历程里面 我们忽略了 修道就很像爬山 你在平地走路 跟往山路上去迈进 它的崎岖度不一样 它的难度不一样 那么我们所需要 师诸于外的力道就有所不同 意思是 道场广纳了各个不同需求的 一些同修道办 聚在一起研习道理 透过圣人的道理来引导我们 首先去自己的对号入座 我们改变了自己 萌生的智慧 才有能力往外面去帮助别人 毕竟以我们凡夫地而言 我们没有多大的修为 但是当一条路我们走过了 意思是某一个角色我扮演过了 这是在家修的特色 在家修的好处 在五人关系当中 随着时间空间的不一样 我们有不同的角色要去扮演 而角色的后面就隐含了 不同的责任还有义务 我们如何去克服了自己的自私自利 能够行协举之道 将我们在扮演这个角色当中 应该履行的责任义务 我们尽全力把它落实了 因为这条路我们走过了 我们将来在跟同修道办交流的时候 就可以以自己的心得 跟别人去做分享 然后人我之间这样子的一个交流 也可以帮助对方 也可以让自己有更广泛的一个阅历 于是彼此之间就在互相提息的过程里面 我们开始长大 我们开始有所成就 人心不同各如其面 累结业力所造 这一生的环境遭遇也就有所不同 遭遇不同千变万化 你唯一不变的就是帮助对方要提升 在他所立足的角色当中 透过个人意理的一个讯息 他落实了品尝了修道的乐趣 建立了坚定对道的一个信心 那么这一生 我们下化众生的大愿 也可以去落实一二 未必都是要成佛以后 我才能够回过头来 圆满因地的修行 这样的一个方式就如同 时间少了 你觉得你依然保有这样的生活 但是每一天清醒过来 这个生活所带给你的 就像阳光要入到你眼前的时候 那种光明所带来的美好一般 后学用一句良心话 我由衷而言 我总觉得这一生 道所带给自己的一个妙用 也就是在这几年里面 它完全展现于外 不论是两代之间 我们跟父母跟公婆 或者我跟儿女之间 或者儿女之间 他们手足的一个对应 又或者是我跟我的亲戚之间 我觉得也不过就是一些 个人思维的改变 行为的一个调整 我再再处处体会出来 修到了一个美好 所以我不断地跟大家讲 求道只是一个开始 学习是透过圣人经教的引导 给我们修行的一个方法 而行道则是你真正 能够采收修到甜美果实的 一个直接的洁净 你唯有自己得到这种乐趣了 你才会乐此不疲 而所有学习的过程里面 各位前贤 是因人而异的 已婚未婚 有子无子 子年幼或者子长 有父母没父母 有公婆没公婆 经济的好与坏 夫妻关系的好与坏 这些都在你修到的过程里面 它的要方式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引导别人 我们在引导自己的时候 前贤们千万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一贯道是儒家应运 错认题目是为天 儒家的口梦之道 教导的就是五人关系的一个对应 我们读佛们的经典 我们去体会到 其他各教圣人 也有相同的一个叮咛 这样的一个融会贯通是好的 然后最终反射到自己身上的就是 我要把这些的药方 修到的意念 因为你体会出了 修到所带来的一个正面的变化 你没有人间的这样修行 你何来道成天上的一个完美 你在人间的千仇万绪斩不断 心仇旧恨排除不了 你要如何能够以一个清净心 安居在兜率净土上面 所以道理懂得再多 各位前贤老话一句 就从生活当中 我们去对号入座 所以能够这样子的一路的 知与行何而为一 你就是行了儒家的邪举之道 你也就是依着佛陀所说的 修到没有辣等的 一定次第而修啊 由内而外 内是革置成正 外是修其至平 由近而远 从己身到家 到你的亲朋好友 然后再往外去推 以你自己个人德性的一个 深浅不同 你的影响力就有所不同 都没关系 你总是有一个立足点是好的 你在这个立足点上 不断的厚积自己的根气 将来你姐也能够像佛陀一样 入涅槃流之后 立刻又开始进入到 生死苦海 去广设有缘大众 你也可以以这一身修道 所萃取出的精华 像观音菩萨一样 以三十二印 普印取基 广作救度 有缘众生 这是后学有这样思维之后 就认为 还是要将这个章节 四地解给各位前贤听 您自己去体会一下 至尊 若诸菩萨入三魔地 尽修无漏 圣解献缘 我献佛身 而未说法 令其解脱 第一个谈的 就是至求无上佛道的菩萨 以这样经文来叙述 约略而讲 应该都是属于登地菩萨以上 明识相符的 佛就献圆满报身 来为这些的大菩萨 讲经说法 让他们能够 再往上提升 得到一个圆满解脱 所以你因地不学道理 你怎么可能在果地上 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 去引导别人 佛诸有学 极尽妙名 圣妙献源 我于笔前 献独绝身 而未说法 令其解脱 这边的诸有学 谈的就是 在求独绝的修行者 广而言之 使法界里面 只有佛陀才配称为无学 因为已经就近圆满 其他九法界的众生 包括等绝 还有一品身相无名 未灭 他也有赖佛陀的一个指引 才能够以金刚制 来破最初的一品身相无名 那我们位在凡夫地 当然是学海无涯 唯情是爱 继续学 那这一些的独绝者 他也是累劫机修 所以处在这个无佛式 没有佛跟他讲经说法 也没有佛法可以听闻 以他过去所修 观察大自然的变化无常 他就能够体会出 在无常当中 还有一个不变的真常 也就是 那个真如自信的存在 于是依此而修 就能够震入到圆通 那我们现在在学 我们有佛法可以依据 你也可以透过在课堂上 所听闻的意理 跟你周遭的环境 做一个比拟 我们也看到春夏秋冬 四季的变化 它各有不同 但是在不同当中 按着一定的脉络在行径 没有人的刻意的作为 春天到了 百花开了 夏天到了 就昼长夜短了 到了秋天的时候 秋风一起 就有那么一点萧瑟 有一点肃沙的味道 到了冬天的时候 万物的一个萧条 就是你在四季当中 看到这样子一个轮回 不断的一个行径的脉络 可是你不需要在春夏秋冬里面 有不同的喜怒哀乐 你不用悲春的一个远去 你不用盼冬天的一个到来 因为如果没有冬天的一个素杀的修养生息 何来来年春天的万物的新兴向荣 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你可以从日常环境的变化去告诉自己 在我的人生的四季当中 也有春夏秋冬不同的变化 在不同的变化里面 有我要去履行的一个责任 在不同的变化当中 也会带来欣喜 也会带来沮丧 但是我万万不可以 因为外在环境的变化 让自己的情绪有所浮动 在无常当中 我要唤醒我的真常不变的自信 在做主 于是尽由他变 我心可以做自己的主人 以不变来应所有外在 层出不穷的变化 这不也就是 在你悟出之后 你就有一份定 所谓的定 不应外境的好坏 而心随进转 你要有这份定 不也就是透过 在学习经教里面 截取了圣人的一个方法 我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去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关照 所激荡出来的一个结果吗 所以定功 一定要你坐在那边 四平八稳不动吗 它有必要 但是却不是每一个人 在入定功的时候 你必须用的方法 在日常生活的体悟 接二连三的 不断的射受自己的妄想心 离开妄想心 心清静了 定就出来了 然后每天找个时间 送送经 反省一下自我 各位前贤 这个就是你我在凡夫地的 定会等学入门的功夫 诵语有学阮 圆断圣信 圣庙献圆 我于比前 活专 圆觉生 而为说法 另其解脱 这个是台 圆觉 圆觉 就是植佛出世 蒙佛开示 十二因缘法 他震入到圆通了 所以圆断圣性就是我断了 我断了一切的外源 会断就是你了解 诸法圆起信空 就是在阿罗汉的位置就已经获得了 你断圆之后不受这些外源的干扰 真如自信才能够当家做主 伴随着真如自信 你有的妙智慧就能现前 以智慧去安排我们的律生处事 你没有后遇症 医治不医事 医事下地狱 我们的痛苦烦恼从哪里来 是因为我们在处理周遭人际关系的时候 人与人 人与事 人与物 往往不留神 还依着自己的想法去做 于是后患无穷 佛陀广度有缘众生 他是悲至双欲 他有那个悲心 他也兼具那个智慧 所以他走过不留痕迹 人们是感恩戴德 我有心帮助别人 但是最后 我狗咬吕豆冰 别人不是好人心 我背了一身的委屈 礼拜天我们在开课的时候 前嫌门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吗 我以我自己的想法来而言 我也曾经在家庭 在道场 我也觉得自己有委屈 站在我的角度 我是悲心 我的方法也没有错 那为什么还会招来这种不平等的对遇 我也愿愿不平 我这些年我化掉了 因为我找到了我错误的地方 我的心念没有错 我的方法依着圣人所教的 我也没有错 但是我的包装错了 换句话说 我没有投其所好 所以要下的太重了 言语措辞 态度不给柔和了 别人在刹挪之间 觉得万箭刺心了 他受不了了 他会反弹 这是理所当然 放在我的身上也是如此 所以我就彻底明白了 为什么我要去学四色法 我为什么要同四色 因为你不站在他的位置 你不了解他的甘苦 你所有给的药方 就像我们觉得 吃当归是补药 难道不要看体质吗 含体质 造体质 都给他投当归 爱之是足以害之也 当我发现了自己的一个错误的时候 我就再也不耿耿于怀了 我反而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思维了 所以你要去理解 何谓千错万错是自己的错 那一句不是口号 口号念再多了 那变成一个笑话 而是依着这个口号 既然说千错万错是自己的错 我错在哪里 我十多年前曾经处心几率去体会 某一个人我关系的对应 我跟我的二哥之间 我对他也不谅解 因为我认为他对我做出了一个不该有的一个言语的对应 可是我反反复复思维了两年 我觉得我哥哥没错 千错万错就是我的错 透过我这样一个省思 我就发觉 当我跟别人在对应的时候 我的好心带不来预期的效果 那个错一定是自己 因为我归纳出一个心得 火要燃 必须达于熔点 水要结冰 也要达于 那个凝结点 哪怕一件事情 如果没有 我的出现 没有那个千分万分 千万分之0.0001 火不会燃 水不会结冰 那么在探讨自己的错误之时 你不能去衡量 我的错只占了多少的千万分之一的维乎之为 如果你这样去思维 你永远不见己过 你永远会归纳出一个答案 叫做一个巴掌拍不响 当你所有的对号入座 只是集结出这样的一个答案 那我就告诉你 修道的乐趣 你感受不到 既旺修道所带来的变化 你也感受不到 所以当那一念我通了以后 我又体会出另外一个道理 那叫做 一报随者正报转 当我改变了 我就发觉 我的哥哥 他早就递出橄榄枝 而我不自觉罢了 因为我被那一念的一个怨恨 给蛊惑 蒙住了我的双眼 所以现在我们手足对应很好 所以各位前写 修道行道才有乐趣啊 所以不论你处在菩萨地 独觉或者圆觉 你要慢慢的去体会出 唤醒真心做主 所带来的心安理自得的乐趣 修行是要往内心世界靠近 你往内心世界靠近 请问你 外缘不都是一个助力吗 既是助力帮助你往里面去靠近 他焉有不好 你不也就离开了 顺利好坏的一个对待吗 既然千错万错 我必然要去承担某一部分的责任 又何来忍辱可说呢 都没有了 所以慢慢就在这样的一个 立即的过程里面 你强化了你心性做主的一个能力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这个不是你悟出一次 做到一次 后面你就能够安安然然的 一礼而行 不会的 会经过一段时间又固态赴盟了 但是不要怕 那条路你曾经走过 所以你会在很快的时间 又导引出来一条正确的方向 过去要两年 后来半年 现在可能两天三天 如果小一点的问题 也可能一转念之间 就让它灰飞烟灭了 后学对自己的修行 从来没有过高的要求 只要求现在的我要比过去好一点 我就觉得心满意足 因为压力太大 对于修行而言 帮得太紧 就像孔夫子说的 弦太紧太松 你都无法弹奏出美妙的乐曲 所以三十二印的一个解说 也是让各位前显 我们的心弦不要太松 也不要太紧 在不松不紧 适中的状态之下 弹出这一身修道所带来的乐趣 破诸有学 得四地空修道入灭 注意这边得四地空 是弹四果的虚陀环 出果 破了见惑 见空成圣这个位阶 而后的斯陀汉 阿那汉 阿罗汉 一直修道阿罗汉的位阶 破了私祸 这个叫做修道入灭 圣性献源 那我于比前 现身为生而未说法 其实每一个人在学习 就像今天你我走大圣菩萨道 有的人一开始 就能够乐此不疲 有的人偶尔还会静静退退 他都跟我们累劫起步 时间的早晚有关系 早的人也不用觉得自傲 晚的人也不要学得自弃 觉得我不如他 因为早学晚学 不代表你 就能够比别人早一步 道成天上 切莫忘记 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 弥勒菩萨早修行 却因为曾经过于放松自己 最后释迦牟尼佛 后来居上 又比弥勒菩萨早一日成佛 那我们在因地修的时候 也曾经是透过四地而修的 佛陀讲得很好 不论你修四地 十二因缘 大圣菩萨的六度波罗蜜 你都是次地而修的 你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六度波罗蜜 那阿罗汉要去破这个所谓的 私祸的时候 他也是要行六度 工具也是六度 都一样的 若都众生 欲心迷目 不犯欲成 欲生清静 我与笔前线犯王生 而未说法令其解脱 这是他欲界的众生 你跟我 而我们还有饮食 睡眠 还有男女的情欲 那么有一些人 他并没有希望自己 去成佛正果 他只希望能够飘飘在天堂 那么你就要告诉他 告诉他有没有 你来这个人世间 是因为有欲望 欲望太大了 所以就待业而生 你要远离这个欲界 享天福的时候 你就是要持戒 所以献犯王生 就为他说 事无量心 慈悲喜舍 即出欲乐 其实要事无量心 谈的就是对别人 对别人能够慈悲喜舍 就是能够寡自己的欲望 我的钱财不是为了我自己独享其乐的 我所具备的智慧 不是为了自己去获得名闻力养的 是希望能够为别人破语解惑的 我的身体健康 我就为那些不方便的人 去放出一点力量 给对方方便 这些都是教我们慈悲喜舍的方法 都是告诉我们 离开欲望所带来的幸福 欲望愿浅 你的天福就越高 若诸众生 立为天主 同领诸天 我于比前 献地是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有的人不只是要做天人 我要做什么 做刀立天的天主 各位前贤 或者更高的 是天王天 你要做这个天主 各位前贤 那还是从慈悲喜舍事无量心 欲界六天都是欲己 有欲而往生的 到了色界十八天 也不过就是欲念越来越淡薄 还没有完全离欲 只是他们解决欲望的方法 跟欲界六天有所不同罢了 然后不论你是三界二十八天的哪一天 你都要奉行什么 奉行五界 奉行十善 这是基础功 只是你所需要的越高 你的自我要求就越严苛罢了 就像你想读最高学府 你的成绩就不能只有六十分 如果我只想进一个学校认识一点字 OK啦 那就随便了 五分十分 现在也有大学可以读 所以就看我们的要求如何 所以三十二印其实都是同事社的一个展现 居在跟对方相同的位置提供给他药方 这边的众生就是人跟欲界诸天 你要来去自由 就献观音菩萨就献什么 献他化自在天天生 天人生就问你说法 他化自在天是欲界第六天的最高天 天福最盛 但是不要忘记 这一天也有魔王波寻的宫殿 他也掌管了一群魔子魔孙 那魔王波寻的地狱 这个所谓的管理的区域 就不是一般人会进去 他是修道人进去 修道人为什么进去 你福修的高了 修的多了 外王功夫与人广洁善缘 三师做得多了 里面的脾气毛病不改了 称恨心强了 老天也要将你的好给你天福祥 就把你送到那个地方去了 所以每一个人的志向不一样 观音菩萨给他修行的方法就不一样 但是都是为了解决对方的疑难杂症 若诸众生欲生自在非行虚空 我于彼前 现大自在天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大自在天是色界十八天的最高天 天主就是摩西首罗天皇 在大圣佛教的经典里面也常常提到实地菩萨 或者我们称等觉菩萨 他就会在这一个色界颈天 颈天来示现摩西首罗天王的一个法像 那还是一样 你看生此天说的法事无量心 还有什么 还有示禅 谈禅定的东西 那同样讲慈悲喜舍 为什么对于不同的位阶 都在讲这个东西呢 那是因为你在打于最圆满的慈悲喜舍 他有层次的不同 就像五戒 他有从一分到一百分 你要成佛就是一百分 你保有人身 你的戒律要多少 你要到天福你的戒律多少 他都有多寡的一个宽延度的不同 所以你给别人不能一开始 就是四个字 看破跟放下 这个标准太高了 高到有没有 小娃儿承受不起 什么叫小娃儿 他刚开始学到的人 他前面步履为奸 他要面对的课题那么多 你给他这么大的一个帽子 这么大的一个标准 会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最后爱之是足以害之也 就像我爱我的孩子 他在婴儿期 我给他喝母奶喝牛奶 只能喝义态的 我不能说某一样东西好吃 我就把那个东西放到他的嘴巴里 同样当我孩子建设成长 我就可以给他不同的食物 从形体 从营养成分里面去做调整 他有牙齿 可以吃固体了 同样的你对老人家有牙没牙 你的烹饪技巧不是也应该不同吗 这个是世俗间的一个 一个事物量性的展现 你在修行过程的慈悲喜舍 请问你 这些慈心不都从你周遭的亲人开始去对应吗 然后慢慢的投其所好 慢慢的自我要求 所有在迎合对方满意的前提之下 我们的心态要怎么调整 我们的思维要怎么样提升 我们的方法要做什么调整 各位勤贤 这些都是智慧的一个眼线 这些都是我们在研读不同经典里面 十方如来想要告诉我们的 若诸众生爱同鬼神救护国土 我与笔钱 献天大将军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这个要求更高了 喜欢做什么 做统领不帅的 有人喜欢做大将军 率领一堆的群众 威风凛凛 也有人希望到天上管理这些的都有 那又为他讲不同的法 所以若诸众生爱统世界 保护众生我与笔钱 显示天王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前面所现的是将军生 将军生要听 自天王天主的一个命令 才能够去做执行 他不能够任意而为 所以文昌帝君当初想要报仇的时候 他上书给玉皇大帝 说冤亲在主来了 我要报仇他不等于皇大帝下指令同意 他就任意而为 最后害得自己讨报过度 害死无辜的一些的老百姓 他反而就身陷到处到里面受苦 那四天王生 四天王天就是东方西方南方北方 福报不一样 将生的地所就不一样 所以若诸众生爱生天公 驱使鬼神 而我做不了天主 我如果做天主的儿子 我是太子 太子就是要辅佐天王的 跟人间的太子一样 保护众生 可以驱使这些大将军 天龙拔布 去所谓的保护一方随途百姓的安危 那也有他的一个往生 取得这种福报的一个技巧 若诸众生乐为人王 我于比前献人王生 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这是人王 人王在人世间分两种 一个叫树散王 现在世界各国的是树散王 大国小国 小国有的统领的有没有 只有几万人 还有几百人的 我那时候看新闻报告 还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就相当于我们一个家族了 这个都有 那转轮圣王就不一样 转轮圣王不是初 那是人世间太平 人世间没有险恶 没有贪秤初的时候 贪秤吃的时候 才有转轮圣王的出现 转轮圣王也分金银铜铁四种 他是人世间第一有福之人 他出来的时候没有天灾人祸 所以现在没有转轮圣王 你们看的大国小国 那是国力的大小 浮原的辽阔与否而已 他不是转轮圣王 那不论你做人王 大国小国 或者是转轮圣王 都是在人世间 与人广结善缘 但是智慧不够 所以才变成 同理世界的一个大王 所以各位前行 你就看到现在世界的乱象 这些能居人亡的 都是过去生积了福 但是没有智慧 诚意己之师 所带来的后果是什么 是名不聊生 是四处封烟 所以他就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只有修福做人主好吗 不好啊 因为你这一生的福 一世观九世牛 那还算轻的 就怕生生世世水中流 流到化身道里面去就麻烦了 所以不修这些人天福报 就是我们修道的一个志向 若度众生 爱主族性 世间推让 我于比前 献长少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修 世间推让 就是你在一个家族当中 在一个地区当中 别人都很礼敬你 很恭敬你 这表示你有德嘛 我们在讲金刚经的时候 讲到了这个长者 他要具备十德 第一个你要卫尊 第二个你要有财富 第四个要自身 你要有智慧 第四个要年纪 然后要有威仪 然后要自己约束自己 很严 如果你自己都已经行不正 做不端 你讲的话别人怎么会听呢 还要礼仪周全 还要得到上位者的肯定 还要得到别人的一个信赖 这样的人 他做一个主长 或者得到这个地区人的一个信赖 那么 菩萨就为他讲解 具足这些条件 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一个修养 不度众生爱谈名言 清静自居 我于比前 献居士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就是喜欢做一个劝善的 那就告诉我们 你要劝善 你处在这个五着恶事 你千万不要入境随俗 最后你救不了人把自己都栽进去了 于是菩萨就献居士生为他说法 若都众生爱治国土 否断邦逸 我于比前献宰观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这是我们讲一个法治的国家 他就要有法官有检察官 有人喜欢做这些 否断邦逸就是 别人在心送 我要去论断 俗是俗非 也有人乐于做这些 于是有没有 就献宰观生为对方说法 宰观生很多 从宰相是治理 协助皇帝治理天下 到一方的九品芝麻官 是一个地区的父母官 他需要的智慧 都有深浅 还有广辖的不同 若度众生爱诸处处 色位置居 我于比前献婆罗门生而为说法令其成就 读《道德经》不是讲 十分九 十分之一 讲这个色位 怎么样让自己这个长令百岁 有些人喜欢这些 那我们就引导他 你可以从素食的方面 去长命百岁 你还不知道未来生的杀虐 我们用很多的事实 例子举给他听 你看世界古今宗外的科学家 多少个是素食的 对不对 然后再以现在的精进料理去成就他 他喜欢这个所谓的素楼洞计 风水这些的我们在告诉他真正的风水取决于哪里 这些都是一些的智慧显现 所以哪一个人你不能度他 哪一个人你不能赢到 哪一个人都是一定让你回归到你自己的这条路 未必啊 包装不同 最终的慈悲 是他透过这个包装接受 行之 得到效果之后 他就能够殊途同归啊 若有男子好学出家 持诸借力 我与笔钱 献笔救生 而未说法 令其成就 这是要出家的人 那你有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啊 你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啊 你是用什么心态出家的 哎呀 家里好乱哦 烦恼太多了 你如果把佛堂当成一个避难所 我就告诉你 你在的地方又是一个活宅 因为你连自家的问题都解决不了 你跑去的地方就依然会心火燎原 最后没有达到出家亲近的效果 反而弄得鸡犬不明 若有女人好学出家 持诸境界 我与笔钱 献笔丘生 笔丘尼生 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女子出家不简单 再过去 释迦牟尼佛 也是透过了其他人的哀求 才设了女子生团 因为古今中外 从以前到现在 现在没有了 有个观念 女子是五肉之体 五百事欠修啊 五百年欠修啊 所以不能为生主 在家重复 夫嫁重复 夫死重子 这叫不能为生主 不能为家主 家长不是你 不能为人主 然后不能物主 不能为圣主 这些都是我们在 这个文书菩萨 跟释迦牟尼佛的对应的 大圣起信论里面就有提到 所以我们现在何其有幸啊 我们要做犯王 有犯王的规矩 我们要做这个天主有天主 要做转人圣王 要成佛 都有 都有方法 也都可以 当然没有人要去做魔王啊 你看看女子连做魔王都没有 只能做魔王的妻子 都是属于配件 都是属于附属 所以现在昆道应运 扬眉土气 各位前贤 扬眉土气不是聘机师承 不是让你越主带跑 只要你懂得运用自己的好忌讳 好时光 多学习义礼 在你现前这个女子是昆驱 昆道之驱 你可以以柔化纲啊 以天下之自柔 此乘天下之至坚啊 这是现在女子修到一个最便捷的方法 但是要自柔惩自坚 难道不要方法吗 如果只是一昧的屈就各位前贤 那就会变成懦弱无能了 他也是有差别的 若有男子乐此五戒 我与笔前献优婆赛生 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女子五戒自居 我与笔前献优婆疑生 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这是想要在家修的人 在家修的人 佛陀还为他讲了什么 讲了那个戒律 跟我们的戒律是不一样 跟出家的戒律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也在研读 优婆赛戒经吗 所以若有女人内政立身 以修家国 我与笔前献女子生 及国夫人命妇大姑 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这是谈 你要掌管一个家族 小儿有父母有公婆 你要教养子女 这是谈其家 当然一个大的家族几百 或者你今天做了一个官夫人 或者你做了皇后了 你的位阶不同 你要具备的那个捆德 富德 也就有所要求了 总而言之 你不论做什么都要财德兼备啊 所以谁说以前女子要无财便是德啊 你如果不懂得读几篇女婿 你如果不是字 你还做不了这个国夫人跟命妇大姑呢 所以若有众生不坏男根 不坏男根就是立志不要娶妻啦 我与笔前献同男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若有处女生爱乐处生 不求轻报 我与笔前献同女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就像我们现在讲的清修的人 那么清修的人你要给他的方法是什么 各位前一想过没有 清修人给的跟在家修的是一样的吗 我说嘛 已婚未婚是一样吗 绝对不同的 若有诸天乐出天伦 我献天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不论你是在哪一个位阶 你有所祈求 就是我要离开这个位阶 所带给我的痛苦烦恼 观音菩萨都有恰如你所需的方法 给你这个药方 帮助你往上提升 所以有人不想要受天福啊 因为受天福太可怕了 那么就献什么 献天生为他讲出事的方法 天福都有静的时候嘛 若有诸龙乐出龙伦 我献龙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龙生 龙的职责就是守护天公 心云不语或者护手保障 迷入下三经里面 不是有一个长者的四个儿子 就在护手东西南北四大宝藏 等这个弥勒菩萨来人间应遇开龙华三会的时候 再把这个宝藏给奉献出来吗 那他们为什么会变成龙生护手宝藏 因为他们生前爱钱啊 他爸爸用钱有没有鼓励他们念佛号啊 所以就让他心想事成百年之后有没有 也去看守宝藏 天天看一大堆金银珠宝亮光光 这也是好啊 他总是离开了什么 离开了人道啊 那或开合倔强 开合倔强就是疏通水道 那为什么在信佛法修布施的过程会转为龙生呢 因为信心不够坚定 所以秉性太恶劣 称性太强 但容易发提性 或者我慢性太高 戒律吃得不够严谨 所以纵然在念佛 最后也转到龙道去了 所以阿含经讲龙有三苦 金赤鸟淡苦 因为金赤鸟专吃龙 龙只要一看到金赤鸟 他就站在那边不敢动了 等他吃 这叫一物克一物 灵甲细虫苦 每龙的每一片的灵甲下面 都有无数的虫子在咬 热杀致胜苦 龙最怕热 但是虫子咬他受不了的时候 他只有去跑在那个沙滩热杀上面去滚 减轻他的那个虫咬的痛苦 但是又带来炙热的痛苦 所以龙是天福 但是还有这些苦 所以正法念出经记载 龙王属于畜生道 你要出龙轮 就要忍入 就要谦让 若有要差热度本轮 我于比前现要差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要差是修禅地 但没有慈见 人言经的后半部有讲 他还有饮食习惯吃荤的 所以个性比较暴恶 所以夜差的长相 要差的长相不好看 就多此类 那如果你觉得处在要差的这个位置不好 那佛也可以帮你如何去出托 若前踏婆乐托其轮 我于比前现踏婆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前踏婆是玉皇大帝演奏音乐的乐神 他不吃酒肉 但是他喜闻香的味道 所以玉皇大帝觉得今天很无聊 想要听一听Doremi的时候 他就燃这个沉水香 这个前踏婆就会闻香而至闻香下马 就在那个地方弹奏乐器 所以你的六根不要有所贪好 有所贪 你就会有所障碍 所以若阿修罗乐托其轮 我于比前现阿修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阿修罗已经讲过无数次 称魂心还有好斗 苏不起 苏不起在阿修罗道的苦是什么 每一天三十早午晚 他就会天上射下万箭 刀枪戒几 从四面八方射入 如果天福将到的时候你就被射中就死了 那问题刀枪射过来 谁知道自己天福到了没有 大家就吓得惊慌失措 各位前嫌想一想 一天三次 这个折磨真的是受不了 最会深夜离心 若锦纳罗乐托其轮 我于比前现锦纳罗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玉皇大帝为他唱歌的神 这个人长相很丑但是声音很嘹亮很美 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过去生情形不失 所以赶得这种福报寿命也很长 住的地方也是像皇宫一样 行不失度但是对佛法有怀疑 所以就想天福了 若磨喉罗截落托其轮 我于比前现磨狗罗截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磨狗罗截是蟒蛇 也称地龙 这个跟天龙龙身相比又差异很大 都是称恨心 若都众生乐人修人 我现人生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有些人这一生过得太好了 所以觉得做人也没什么痛苦 那佛陀就告诉他 你要想这种人世间的乐趣 你还是要行五戒十善 若都非人有行无行 有想无想乐托其轮 我于比前接现其身而未说法令其成就 非人天龙八步 有行精灵古怪 无行的有没有这些的把鬼 这些都在里面各位前线 总而言之 十二类有情众生 行书体步书 观音菩萨皆令入狱 令什么 令他们想要去的那个境界 他们这一生蒙到菩萨的一个教诲 能够达到心想事成 他们对佛法就有一定的信赖 来生在菩萨的继续的指引之下 他就慢慢一步一步往上爬 我是这样在看的 我们要成全别人 你要抱持着 我总有一天会等到你 我今生遇到你 缘不够深 我众缘 来生我就可以伸出手 缘深了 你也会愿意接受我对你的一个指引 那眼前我就广结善缘 眼前我就厚集自己的智慧 我由以待之 将来别人需要我的时候 我才能够去广度有缘众生 所以四名妙境三十二印 入国土生 皆以三昧 闻心闻修 无作妙力 自在成就 注意这句话 观音菩萨能够应众生的一个要求 献不同的一个法相 随缘去度化 原因就是他在阴地的时候 以古观音古佛的二根 反文文字性 入流造性 然后才有所成就 有了成就 得佛之体 才能够同佛之用 起不可思议的一个妙用 所以你学到一定先从自我的一个调整开始 我要先明明得 我才能够齐家 我才能够治国平天下 达到清清新明的目的 所以从自己本身做起 要自己立于不败 我信心坚定 我才有能力去坚定别人的信心 我有修行的一个心得 我才能够帮助跟我同处一尽的人的 当时的一个需求 去帮助他跳脱那个环境所带来的痛苦 所以不同的要求 最终的目的都是离苦得乐 这是这堂课要跟各位前嫌分享 上一堂课解释完了 观音菩萨以众生所需要的一个修行的法门 他都投其所好 而之所以有这样能力 也是来自于英帝 反文文字性所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们在读完三十二印的这个心得 可能人人感想不同 那后学一开始就跟各位前嫌提 你要去度众 你一定要投其所好 投其所好就是因物 父物 因才师教的意思 对方需要的 你提供他的帮助 而每一个人学到的因缘不一样 所立的志向不同 眼前所面对的 所谓的苦难顺逆境不同 每一个不同的境 我们所要强化的就是 对道的一个信心 对佛法的一个信赖 而要有这样一个坚定的信心 还有信赖 就是因每一个人的需求 而给予他解决的方法 比如有些人只想改变命运 信是根 命是果 你就教他修信 两命的方法 有些人求解脱 那么他的解脱到什么境界 你要给他不同的一个条件 人心不同 各如其面 绝对不会一种药方 放诸四海接准 出世间法也没有离开世间法 世间的医院都还设了那么多的科目 你出世法怎么会只有一个标准 如果只有一个标准 就不需要无教圣人 如果只有一个标准 佛陀不需要开眼八万四千的方便法 而这不同的方法 其实回归到我们一贯到 当初我们求到立愿的时候 有讲过四个字 叫做量力而为 量力而为 就能够让自己接到欢喜 接着进入到十四五位 世尊 我父以此 文勋文修 金刚三昧 无作妙力 这是观音菩萨讲述 他在因地修行 透过耳根 正入到真如 所得到的妙用 与诸十方三世 六道一切众生 同悲养故 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友情众生 都希望一个共同的目标 也就是 幸福满满快乐 尝随 大家都喜欢 离苦得乐 这是修行的一个原动力 也就是出离世间心的展现 未来的人也是如此 所以令诸众生 与我身心 或十四种无畏功德 那古佛已经 教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 依教奉行 正入圆通 早就远离 六道众生 所有的一个 经不恐惧 早就离苦得 清净乐 所以他跟所有众生 都站在同一个位置 众生的需求 他都知道 所以他现在已经 无挂碍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他也要让这些 哀求于他的所有众生 同具有这样的一个公分 同具有这种 解决疑难杂症的一个能力 让他们能够免除 当下所处的困境 所以十四无畏 谈的就是这样子 总括一句话 离苦 得落 跳脱出当时的环境 所带给你身心的束缚 所带给我们的压力 透过那一种的一个 舒畅 一个解决的方式 让我们深深品味出 修行所带来的好 佛法的一个重要性 是解决的一个药方 所以每一个人 在依教奉行的时候 都可以因自己 所处的位置虽有不同 但是同蒙其力 同寿其乐 他就与佛法的信心 他就不动摇 来一生 他就会依然走在菩提道上 所以我们度人眼光要放远 不要说这一生 我就让他要离苦得乐 是做不到的 那做不到强要对方做 那别人就会害怕 害怕就是 他宁愿回到 他原先的那条路 因为那个苦是他承受的 我们给的标准 太苦了 太重了 担不起 所以修道一定是可以在一个 非常平稳 然后我能承担 在承担当中的一个进化 所带来的乐趣 可以用欢喜心去面对的 你欢喜 别人也欢喜 注意这个欢喜不是叫做沉沦 沉沦只有痛苦 没有欢喜可言 那个欢喜纵然有 也只是岔挪之间的 盘花一现 修道带来的欢喜 会随着火候提升 他欢喜心常在 因为自信里面本来就有法乐 你把自信唤醒了 他就源源不绝流露出了这种乐趣 第一种无畏就是苦恼无畏 你我苦恼的对象不一样 苦恼的劲不一样 你眼前的劲对你不造成任何束缚了 这个叫观其阴森 吉德解脱 可是十四无畏所带来的最大的一个启示 要注意 他的每一个无畏之前 你要施以别人无畏 让别人离开苦恼 或者种种的挂碍 显前就是你自己必须要什么 要不挂碍 你自己都有挂碍 自己的心结都解不开 一副苦瓜脸告诉人家 修道解结之乐 别人能接受吗 所以我不治观音 这是观音菩萨讲述他因地修行 透过耳根 他知道一切因身如患 因身如患就不会在赞美身 毁谤身中 起称恨或者喜怒的那种心情 意思就是离开了什么 深层所带来的顺逆境的感觉 外在的近视虚幻的我往里面看 看什么 那个能听闻音声的那个文性 那个自信 他会随着音声而有变吗 音声是假的 带来的苦乐也是假的 只有那一点灵光 是在顺逆境之间 他是如如不动的 既然如此 你何苦让假的东西 把真的东西给绑住了呢 所以不要只是看到 我送观音名 我就可以远离挂碍 你要看到的是 菩萨在讲 你在与人乐之前 你不先要拔自己的苦吗 拔自己的苦就是什么 你要能够远离挂碍 要远离挂碍 远离颠倒梦想 不就是远离外境带来的千禅吗 外境带来的千禅 就是了解万法皆空 不空的是因果 眼前的一切顺逆境 就是过去生造作的因果 你要承受 顺境要怎么去安排 才不会再次的沉沦 逆境要怎么去解脱 才能够让这个死结 做一个打开 来生 不欠 不见 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学会的 所以切莫讲十四无畏 我要让别人离苦恼 你要想想看 你当初解决苦恼 别人是给你什么 爱与 是关怀 所以我们给人的先是这个 然后后续的就是什么 后续的就是圣人的道理 不要我想怎么说 我就怎么说 为达声闻 罗汉的境界 我们的想法是不可靠的 因为见或未除 施或未破 一堆的忧愁烦恼 你哪有什么东西给人 都没有 对静明经讲一句话 身为解福 能解他福 未有是处 静明经就是唯魔绝经 这句话再换一句白话 就是 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你哪里能够帮助别人 去离苦得乐的意思 或者 知见玄富 令诸众生 射入大火 火不能烧 遇到火紧 火难了 我不害怕 重点都在于前面 知见玄富 这个知见是代表 凡夫地的望之望见 不正见 你要转这个不正见 为正见 这个叫玄富 玄望附增 知见玄富 就是透过三不离一 圣人之教的一个讯息 我离开了过去的望之望见 我环复了我自信的真知灼见 也就是明明得的意思 你了解万法皆空 你还怕火吗 不过各位前贤 不要说我不怕火 我就往火里跳 请你们一定要了解 时事无畏的意思 众生在人世间 有这么多的一些的痛苦畏惧 心有所忧患 有所挂碍 有所分制 心就不能够得到解脱自在 所以大火啊 大水啊 牢狱啊 都是代表 我们在火载当中 所遭遇的种种困难 那你要跳出火载 你应该怎么去做 回到前面了 就是知见玄富了 还是玄望附增呢 你看他用的名词都不一样 名相不同 但是相望信真 都是从真如自信 一时向剥弱所衍生出的 八万四千种的方便说 三者 观听悬浮 令度众生 大水所飘 水不能立 观听 就是反文文自信 不被深沉所困 我们在眼前最大的一个困扰 别人夸我我高兴 别人说我 我就不太愉悦 我的孩子讲 妈妈你还欠修 我就一把无名活起来 你看不到你老妈这么辛苦的 在改变自己吗 连亲人这么一句话 我都想反击 那别人说我两句话 那还得了吗 那你外面行再多的功 那也不过就是龙道 蟒蛇 妈那摩那茄 去想 早一点就跑到阿修罗道 断灭妄想 心无杀害 令诸众生 入诸鬼国 鬼不能害 我们都怕无形界的鬼 那鬼在哪里 无形界确实有鬼 你我的冤亲在主是最可怕的 可是请你不要忘记 冤亲在主怎么来 你自己找来的 你过去不曾伤人 今生何来别人在路上等着你 那为什么会去伤人 因为自私自利 对尽身心 谋意己的好处 忘了别人的一个什么 一个需要嘛 所以你要断灭妄想嘛 把那个谋意己知识的妄想心 给去掉了 你不求自己的设身的健康 于是你在饮食习惯 为了求自己设身健康 我就不惜杀害其他众生 来强化自己 长命百顺 你不谋意己知识 把自己的快乐建筑 在别人痛苦之上 那别人怎么会来害你呢 不会啊 所以这个断灭妄想 也是对号入座访文入流的意思啊 事心灭人心不见了 你不谋意己之识 你不造作恶行家族于人 请问你 哪一个鬼来找我麻烦 谁也不来啊 舞者薰文成文六根消复同于生听 前面是讲耳根 然后讲生成 这边就讲什么 讲以一根返元六根成解脱啊 因为一根的主人 六根的主人就是一个原民的自信 原以一精明分作六合合嘛 所以你也不要贪多 从很多地方去入手 这个叫做一门深入 我在印第修行 我好吃 我就改变我的味尘 味道不要那么敏诀 压抑自己的那个好吃的一个贪念 透过压抑 然后慢慢的去什么 去接受 持戒就是这样 由谁一开始就很心甘情愿持戒 他都是压抑 但是你不能够永远在压抑 你压抑之后不冲动 接下来要心平气和的去问 我为什么独孤一味 为什么如此好吃 那我读了这么多的圣贤道理 他告诉我这个是病痛在哪里 你要自己去对号入座 自己去取那个药方 来医疗自己的身体的疾病 所以你胃根断了 没有贪得自信的那六根就转过来了 这也是一门深入 像后学称恨心很大 我的反击力道特强 那我就学会怎么去淡化自己的称恨 那衣食住心我都不贪 凭良心讲 我从小我妈妈就讲我有这个特色 连酸臭的东西我都照吃不悟 好像没有味觉一样 可是就是这个诚恨心 所谓的诚恨就是 我不乐见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就硬要去说服你 强将自己的知见夹在别人的身上 交孩子如是 对夫妻如是 朋友啊 长辈啊 我都如是 还真的是放诸四海接准 这样子的一个狂妄嚣张 有没有 一事不一致 你就可以知道会把生活经营成什么样子 我就一门深入 就问问我自己 为什么会这样 很简单 主观意识太强了 所以一个主观意识强就自罚自恃 自以为是 那这个如果淡化呢 我这一生最起码没有白来 我讲淡化没有说完全消掉哦 所以偶尔批评我也不能批评的太厉害哦 各位前贤 我们都在学习的过程 我们是鸭婴儿 一碗大一寸 我们希望别人呵护我们 我们就去呵护别人 用爱缘 用委婉的语词 用对方能够吸收的养分 慢慢灌输在对方的身上 让对方能够逐渐自信茁壮 我们希望别人这样对我 我们就这样对别人 所以舞者 熏文成文 六根消负 同于身听啊 你有强烈的预示心 你就一定要来欲界转世嘛 你有来到欲界转世 有生就会有苦嘛 你就怕刀枪这些东西 无眼伤到我们 你如果不来呢 一点灵性 他要砍谁呢 那如果你趁愿再来 你过去一生早就看破了 这个色身是个暴身啊 你再怎么呵护他 他也不离生老病死 但是那个法身是无穷的 你不好好呵护他 他就不能够日渐的茁壮 复原你的本性啊 所以孰重孰轻 孰为本孰为末 你就慢慢去理解了 理解之后该避轻就众 该什么该众本清末 那个方法就出来了 所以六者文殉经名名片法界 文殉经名文片法界 就是透过反文文字性的 不间断的讯息 让我们振入到那一个 原经原名的本性 原经就是没有任何软物 原名就是具足了智慧 明辨法界 他他启用的时候 骗十方一切 无所不在 周辨法界的意思 择诸幽暗信不能全 幽暗就是鬼魅啊 那些邪魔鬼魅 是在阳光之下不能生存啊 见光死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 你要远离无形界的鬼魅 你要远离有形界的小人 你自己要正啊 几身不正 你都没有一个光亮出来 谁怕你 谁敬畏你啊 所以物以类聚就是这样来嘛 龙交龙 奉招奉 奉交奉 老鼠生的儿子会打动 我不敢讲台语 讲台语就麻烦了 会讲错啊 所以当我们觉得 我周遭的朋友对我不好 请你问问自己 你为什么近交些对你不好的朋友 答案一定是物以类聚 物必自负而后 惹物辅之啊 肉不身躯 苍蝇怎么会下蛋 肉不腐败 苍蝇怎么会来下蛋 所以什么事情 你都要反文文自信 你都要对号入座 你就了解 为什么叫做千错万错 自己的错 你真的落实了 谈经的修道 人不见人过 就是在一切人我争执的时候 你看到自己应该负的责任 而不是辩论谁错的多 谁错的少 谁错在先 谁错在后 那是没有意义的 有多少有先后之别 你永远不见己过 最后就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一旦合理化自己的行为 自信的光明就不会先前 那小人就继续过来 痛苦烦恼就摆脱不了 所以还是明明得 神令众生 药叉罗叉 揪盘茶鬼 吉皮色遮 负担那等 虽敬其旁 目不能事 这是所有无形界的鬼神 像药叉罗叉 他都是把人当食物的 是北方多门天王在管 揪盘茶鬼是厌媚鬼 是我们做梦 或者梦到有人压在我们身上 在医药上面 医学上面讲 就是你日有所思日有所梦 我告诉各位前贤 佛陀讲是真的 在这么多鬼怪里面 有一种这种鬼 他是南方增长天王管辖 皮色遮就是吸取人跟无骨的一个精气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改变我们饮食习惯 从吃肉变成吃素 连昏心不沾 因为这些的精怪 他特喜欢大蒜跟葱的味道 你吃了他就过来闻 你天天跟那个鬼在一起 他吸你你不知道 难怪你夜夜不得好眠 这些鬼东方持国天王管辖 傅丹那就是热病鬼 瘟疫西方广目天王管辖 所以各式其则 四天王天四大天王 各式其则 各进几则 就跟我们道场的分类一样 有办事员 有讲师 有谈主 有点传师 有钱人 我们都在各式其则 各进其则 所以我们都要赞叹对方 然后反问自己 做了没有 我早上看到 新加坡的佛堂 曼玲姐传给后学 几张照片 一开一看 原来是我们造展前人 到新加坡去了 我就心里想 礼拜天才在那边 我们聚在一起聊天上课 星期二 他就已经飞到新加坡 所以 很多地方你要用别人的好 去激励自己的道心 每一个人都在竭尽其力的 想要为这个大道 去奉献一点心力 所以我们要赞叹 每一个人的付出 那我们成全别人 也要看别人 他能承担什么 然后帮对方 有一个发挥的 处所 让他也能够 有那种与人广洁 善缘的成就感 其实都是我们在 对一切镜里面 不是看到镜而已 那个镜带给我们 什么启发 对七者 因性元宵 观听返路 离诸成望 因性元宵 因性自始 我们讲外面的 因是深层不见了 反文文自信 入流往所 先离开深层对来的千镜 这个所谓的千镜 我们反文自信了 然后离开一切望尽的束缚 你自然知道 既然知道万法皆空 那人世间的顺利之境 你还会在意吗 所以能令众生 尽系加索 索不能索 入一无望 深层消 其他的五层也消 就像一根返源 六根消腹 意思是一样的 八者灭因元宵 片身磁力 能令众生 经过显入 贼不能结 灭因元宵 反文文自信 外托生成 称之为灭因 玄望负增 归根负命 这个叫做原文 这段经文就很像 我们在读 道德经 里面不是讲吗 虎事 不能够伤他 所谓的兵甲 不能够伤他 一样的道理 为什么 因为一个智慧开的人 不会让自己进入到一个险境当中 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把自己逼到险境而不自觉 什么叫险境 所以所有的险境 于人世间而言 都是一个贪望之心 所以你的修道 一定先除我职 没有我职 何来的贪嗔失慢 也都没有 三者 虚文离成 色所不竭 能令一切多赢众生 远离贪欲 虚文 反文文字性 所带来的一个良好的结果 就是离成 离成一点灵性当家 色身是假 你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 你闻风不动 就像过去 这个各主线的老前人 都曾经在推广大道的时候 受到外境的一些邪幅 性命在受到危难的时候 他们无所谓 色身拿走了 我还能够归根父命 回去见老母了 而我们所有的男女之间 人世间六道轮回爱危机 第一个就是男女之情 其实不论你是清修 清修一定不能动男女之情 那已婚的 你也要随着这个年纪的提升 要把男女之情提升为道情 那才有意思 你说做得到吗 我告诉你 只要你的道心显 那个欲望之心就不见了 它会淡化 但是前提 你要考虑到对方 这就是你的智慧了 但是既然已经反照成功 那个智慧就会慢慢衍生出来 所以有志者就势病成了 使者存因无成 跟进圆融无对所对 存因就是只有一个什么 能闻诸因的这种真如妙性 无成没有一切的外在境界了 换句话说 你已经复明了自信 自信无我 内无我 外无所对之成 能所拒除 胜入自信了 这个时候 能令一切愤恨众生 离诸成会 其实恐惧啊 或者是水难啊 火难啊 刀斌啊 鬼神啊 愤恨啊 都是一个意识心 出来的一个情绪 我把我的自我的情绪摆脱了 那一个摆脱的方法途径 我告诉你 我先帮助你离这个苦 我饿了 你给我一个便当 给我一个便当 暂时果腹 后面你就伸出 你的元首 告诉我 你这一顿会饥饿 原因在于哪里 你要永久 免于饥寒交迫之苦 我给你一个焚酒的妙方 你先施于小爱 你才能够让对方 去接受你的大爱 所以我们天然师尊 在这个天然师尊词语里面有讲 一贯道的地址 也除了救人性命之外 你要对于社会的一些苦难众生 你也要去帮助他 你不跟这些众生广结善缘 你将来伸出手要去度人家 人家不接你的手 所以心量有多大 你的路就有多广 你不要只看到眼前而已 我的眼里只有一贯道 我的眼里只有十八支主线 我的眼里只有某一支主线 只有某一个点团是 如此狭隘的心量 你要倒成天上 还真的要有一段很漫长的旅程 要去奋斗 心量宽广 就像金刚经佛陀一开始 或者像仁言经里面 十类众生 十二类众生 胎软私化 行书体不书 皆是我要去接引的友情众生 所以看到那个有人在钓鱼 后学走过去 就会在那边摸到 鱼儿不要贪吃 岸上的食物 吃了就要付出性命 默默讲两句话有没有 也是祝福他们 我这个是学谁呢 学石头蚕食 所以我喜欢读古德的一些传记 因为他也让我不费一文钱 一个慈心 也可能可以跟水族的众生去结善缘 不要念出来 念出来旁边 那个钓鱼的就会看投影 厌恨的眼光 所以要有技巧 十一者消沉玄明 反文文自信 入流亡所 亡所消除一切的外境所带来的束缚 证入到自信 法界身心犹如流离 每一个人都一样 我们的法身本来就是如此 那为什么现在一望即知 然后前面看不到后面有了直爱 那是因为被无名所障 无名就是愚痴 愚痴就是我们对于现象界的东西 看不破有执着所带来的 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流离体 就是内外通体透明 代表复明自信了 朗浓测无碍 能令一切混沌信账 诸阿甸家永离吃爱 阿甸家就是没有正之见 邪之邪见一大堆 不相信因果不修善业 有点类似于一禅题的意思 所以禅题也有佛性 只要你有耐心 你不要断了你跟他之间的那一线之缘 你也有一天会等到他的 等到他就是接引他上岸的意思 十二者容行复闻 不闻不动道场 容行复闻就是谈你消融的四大唤心 你已经了脱了六道分段生死之苦 震入到不生灭的真如离体了 你震入以后 你不要学那些小果阿罗汉成吉守空 你还要再来这个五着恶事 寸体启用广度有缘众生 射入世间不坏道场 就是你要用自己的一个证悟的心得 用自己的一个妙智慧 去随众生心应所知量 不便随言其隐对方 让他能够发心向道 这个发心向道的道 也有不同的层次 有人道有天道 天道不是而有二十八天吗 四圣法界也有身文 辟知佛还有菩萨还有佛呢 所以每一个人叫做随众生心 在他体悟在他修为的当下 他在什么样的位阶里去 应所知量 那一个经文不是告诉我们这些 你读大圣启心论也是读这个 你读《金刚经》也是读到这些 所以何有义法放都四海皆准 能辨十方供养为尘诸佛如来 各个佛边为法王子 因地修行灭无名长智慧 你一旦修到 正入到圆明自信以后 分身百千亿 在不同的法界当中 去度化有缘众生 对于登地菩萨以上 是现圆满报身 对于二圣修行者 以及凡夫地的众生 现千百亿化身 所有跟众生结的一些的法源 所说的一切话 经佛如古佛再来 都是你因地修行 从圣人经教 所得到的佛法的精髓 所以我不但要修福 我要分身百千事件 我还要修慧 因为你分身百千亿 要有东西拿出来 所以这句话是勉励我们福慧双修的 您有这个能力了 能力法界五子众生 欲求难者诞生福德智慧之难 其实是让对方心想事成 第三者六根圆通 明造无二 六根圆通就是圆容 可以互用 这最起码是登地以上的大菩萨 对不对 然后六根可以互用 代表真如自信 明造无二 你达本还原了 知道能造跟所造 是一不是二 都是一个真如自信 随缘所起的一个妙用 所以做了一切事以后 尽是虚妄的 事也是因缘法 做完了就放 事来应事去习 回到一个什么 长期光 你才会觉得心静安乐 就像我们两天的班开完了 开班的时候 尽心尽力的听闻道理 下课以后 把今天所有学习的过程 有没有偷机取巧 有没有偷懒的时候 然后把道理对号出来的结果 减点自己的身口意 那个班旗就画一个段落了 你就接着用一个崭新的面貌 迎着下一个班旗 你永远不要把前程往事 背在你的心里面 你的身上就不会像蝸牛一样 从小壳最后变成海龟 背了一个大壳壳 越修越久 压力越重 走不动了 满山了 所以所有事情做完 能造所造 为事一新 所以要回到原点 你就能够越来越轻松 所以在家里不想其他的事情 读书不想其他的事情 在佛堂也不想家里的事情 这最起码让你在任何一个场所 都能够置心一处 在家里想佛堂 到佛堂想家里 你永远在个心里面有没有 就乱七八糟 用一个杂乱心 你在任何一个场所 都没有办法智慧原造 你正入到唯一佛圣 正入到真如自信 回过头来看 过去因第三大阿僧奇节 金刚经不是这样吗 在无量佛所 供养诸佛 蒙诸佛如来的一个开示引导 所有诸佛所教导我们修行的法门 阿赖也到那个时候 进化成大元进制 所有的善法 你本质具足 所以受领无私 就能力法界 无子众生 欲求女者诞生端正 福德柔顺 众人爱尽有相之女 前面是求男 这边是求女 但是不论你求男求女 都是你自己本身 要让别人心想事成 你要有这样的一个佛力加批 你自己本身也要有什么 有这个智慧 这一段话跟法华经 普门品 观音菩萨的那一段经文 是蛮雷同的 所以十四者 此三千大千世界 百亿日月 现诸世间诸法王子 有六十二恒河杀术 修法垂犯 教化众生 随顺众生 方便智慧 各个不同 这第十四五位 是一个很重要的 过去未来 现在宇宙万有 三千大千世界里面 有无量的佛国净土 有无量的修行人 所以每一个人的修行的法门都不同 南方不动佛国教的法门 跟药师流离佛教的 跟阿弥陀佛教的都不一样 但是经佛跟古佛 佛佛道同 所有的法门都叫做方便法 八万四千法门 是为了震入唯一的十项剥弱 回归到你的自心的 所以方便法有所不通 没有什么不可以 只要能够引导对方上岸 这是最重要的 可是我要讲 这边的方便法是正法 你不要用斜肢斜剑 引领别人走错方向 所以这段话是讲 佛佛道同 但是引导的方便法不同 那一旦个人正悟以后 都是回过头来 要下话众生的 这个愿力相同 那你要学这么多法门吗 不用 古佛讲 修观音法门 反门闻自信就好 就像仁言经25圣修行法门 前面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多了 华言经讲善才同志53餐 姐姐有趣也可以 有兴趣也可以看看 其实像故事一样 也不困难 各菩萨所修的法门 交给善才同志都不一样 但是都正入了 我们师母老大人曾经讲 人知佛缘根基不同 修持法门就有所不同 一贯道地址都在一起 各位前贤 他能收受也不一样 摄受他的也不一样 所以为什么就传三宝 二宝三宝是方便法 一宝才是从古至今不变的 所以三佛收远 传的二宝不一样 三宝也有所不同 你我在家修是优婆赛借经 他的戒律就没有像出家中的 比丘比丘你那么细微 唯一不变的就是第一宝 那为什么要传三宝 为什么不传一个就好 因为很简单 众生有上中下根气不同 但是不论任何一个方法 都是以理为准 以德福人 你要引导对方 你要对方接受 我的道理理论点 正不正确 有没有有所本 我依着道理 有没有真的去落实 我行有不得返求诸己 我不往外去怨人 这才是一个君子之道 你在家里面 你要教职有方 叫孩子不看电视 难道你自己天天看电视 你在家里面教孩子 不要贪得无厌 自己不断的在追求外面的声色享受 就算孩子不知道 无形当中 也没有那种身教 可以去教化孩子 所以每一个佛陀 都是慈心 都要引领众生 法法平等 无有高相 因为都是从一个实相剥弱出来的 所以我们都要礼尽 来生你就不会有门户之鉴了 你的心量就广 没有门户之鉴 就是你体认 天下一切有情众生 皆是义母之子 方便皆已 不分彼此 遇难就难 遇事相伴 所有一贯道的弟子 都是我遇事之徒 所以我要亲啊 道亲道亲啊 所以遇到的时候 更要尽一份心力去帮助他 所以在平等之上 你就会有差别的一个对待 所谓的差别对待 就是在我们人世间 人心没有灭尽之前 确实有亲疏远近之别 所以我们告诉他 你在学习的过程 如何拓增自己的心量 从一个点传师 拓展到其他的点传师 从一个主线 拓展到整个一贯道 十八支主线 从一个一贯道 迫及到五教 从一个五教 迫及到所有有亲众生 我管你修不修 我看的只是 那一点灵光 一切有亲众生 接具那一点灵光 义母之子 所以我都在 我能力范围之内 我可以与他结善缘 我就结善缘 改变饮食习惯 就是结善缘 发扬自己的慈心 所以由我所得 圆通本根 发妙耳门 然后身心 唯妙涵荣 周遍法界 这段经文是说 宇宙万有 各有佛国净土 各个佛菩萨 教化众生的法门不同 那观音菩萨是在阴地 透过耳根玄通 得佛之体 同佛之用 然后呢 能令众生 持我名号 与彼共持 六十二恒河沙 诸法王子 二人福德 正等无益 哎呀 这个佛国净土 这么多的佛 佛菩萨 那我是不是 我要持这么多佛的 佛名号 观音菩佛说 不用 持一个观音菩佛 效果跟持 所有恒河沙 诸佛 名号的一模一样 都可以得佛加批 那我也跟各位前仙讲一句话 你持一个五字真言 一佛注释 万佛大邦知道 也等同所有十方如来的一个 福德的加批 那如果你觉得 五字真言念不出声 你就耐念一个 拿摩弥勒佛就好了 不是也有一个方便技巧吗 所以世尊 我义名号 余比众多名号无异 既然正入佛佛道同 何来你我之别 观音菩萨 弥勒菩萨 阿弥陀佛 那个是像 是名字像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 当不得真 当真的是什么 我的自信 弥陀自信 观音自信 自信弥勒 那才是当真的 那个才是不变的 那个叫做相忘信真 所以持异佛名号 本同持诸佛名号 效果一样 蒙佛则批 那叫你的名号 有这么多的效果 原因是什么 由我修习得真言通 别人为什么不叫我 因为叫你的名字没用 就叫一个符号罢了 所以我们要得到 这么多的一个 私语众生 十四种无畏 你因地一定要修 你修的过程 就是改习性 化秉性 习性 笔性 必然由者 欲尽而来 你有所贪 所以贪称之三毒 贪是地狱三条根 但是贪之为首 八十八佛 红米宝灿 不就是讲得很清楚吗 对 世明十四 师无畏力 伏被众生 这个伏被 就是伏批的意思 观音菩萨 以他因地修行 正入自信 将自信如实不空的 万善美德行诸以外 这个叫做 择提众生 让所有跟他 有缘的众生 持送观音名号 就能够心想事成 因为所有众生 所求的也 无非就是 离苦得乐 所以观音菩萨 以他的同理心 能够理解众生需求 以他的一个智慧力 可以帮助我们 离开一切的束缚 达到无怪爱故 无有恐怖 远离颠倒梦想 就近涅槃 就近涅槃 是循序渐进之后的一个结果 不是一开始就叫你 就近涅槃 是一开始先叫你脱离 掩饰 现况所带来的那些的束缚 带来的枷锁 带来的痛苦 带来的忧患 所以我们也要离相 我们为什么只能给人家一种方法 因为我们住相 住什么相 住我相 我是这样子走出来 你们就要这样跟我一样走出来 对不起 人心不同 各如其念 你因地要教化众生 你就必须因物赋物 关机斗角 最后就要谈到 事不事宜无作妙德 但是因为时间已经到了 我们留在下一堂课 再来做分享 我AN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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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